巴西的總統Personalo先生在蓋特直播了 然後郭先生我們也知道蓋特這個打賞功能很快就要實現了 而且這個打賞功能直接綁定就是HP 那如果說我就是再假設一下 如果說各個國家這些政治家他們都是加入 包括媒體因為各大媒體也有入住Facebook和Twitter 這些媒體政治家如果說入住到咱們蓋特或者GTV去直播的話 完成這個打賞 那如果說他強調中共不等於中國人 那麼我們我想有很多戰友跟我一樣 我們很願意給他打賞 然後您說就是如果說這種形式形成的這個情況下 有沒有可能改變現行世界的一些政治規則 就是說等於說我們去這打賞就變成一種非常有力量的選票 小哥小哥問的問題真的很深刻 那麼我可以告訴大家很簡單 全世界西方國家的政客所有退休以後 就都去搞公關就所謂的遊說去了 或者去當什麼這些生意家的顧問就收那個錢 當年的德國最有名的總理科爾開了個破車 就到俄羅斯去給你當顧問的實用公司 一年拿三十萬美元 讓你幹啥你幹啥 你想過這個問題嗎 你澳大利亞的前幾個總理到中國去拿點錢學中文 是不是唱中文歌跟狗一樣 唱點卡拉OK 美國的哪個前總統不是到中國先遊說去 那不弄點破錢 那麼這些人一年也就是個幾百萬美元 或者是不到幾百萬 有的總統像卡特到中國去一趟 能把他晾在人民大會堂外面第三號廳 等四個小時不見他羞辱他 那去一趟多少錢遊說也就十來萬美元 你說幾個洗臂啊 那麼我們直播第一個解決的問題 全世界的這些政客們到我們這搞直播的時候打的嗓一定比這多 而且不用丟人也不用下跪 是吧這是第一個功能你說對了 第二個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所有這政治家合法的信息和資源 他永遠不合法地賣給受用人 他都賣給那些獨裁 那麼我們這個直播就可以讓這些人合法地想 把他當年掌握的秘密和價值分享給大眾 這就厲害了 這就是這個價值又太厲害了 第三個剛才這個曹小和說的 這是看到了幾點 這些人也當然就會連接的跟我們在一起了 當然他也得會跟我們這個新中國聯邦連在一起了 連在一起以後那不就是幫助我們滅共嗎 是吧這三條都打到了 這三點是完全合法的設計啊 再說到這你還得說到洗臂 就是洗臂幹的一件事就合法地讓你財富安全 讓你保值讓你還能爭執 它是最重要而且全球化的 我很自信Facebook會死 推特會死 這些生肺體都會因為法律和疫苗會死 剩下只有蓋頭 我們沒有原罪就是我們最大的價值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沒有原罪 我再說一遍沒有原罪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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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